男人腿毛少说明肾不好 别乱猜腿毛是否旺盛 或与四个因素有关 老李今年刚满四十 平时工作忙碌 最近总感觉自己体力大不如前 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的腿毛似乎比以前少了不少 心里一紧 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肾出了问题 听邻居老张说 腿毛少可能是肾虚的表现 这让他更加担心 于是老李决定去医院检查 医生听了他的疑问后 笑着说 腿毛少并不一定是肾不好的表现 先别乱猜 一 环境因素对腿毛的影响 人体的体毛主要是为了预寒而生长出来的 这个过程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生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人 腿毛的数量和密度会有明显的差异 比如南方和北方的气候差异 对腿毛的生长有显著影响 南方气候温暖湿润 人们不需要太多的体毛来保暖 因此南方人的腿毛相对较少 而北方气候寒冷 人们为了抵御寒冷 体毛会比较浓密 腿毛自然也会更多 就像生活在北方的小张 冬天雪地里跑步都不怕冷 而南方的小李 天稍微一凉就要加衣服 再来看一看世界范围内的情况 非洲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炎热的热带地区 他们的毛发相对较少 而白种人由于生活在纬度较高 气候较冷的地区 为了抵御寒冷 他们的毛发相对较多 这个现象可以从白种人通常毛发较为浓密的事实中得到验证 由此可见 腿毛的多少和生长情况 与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 而不是直接由肾功能决定的 二 遗传因素对腿毛的影响 除了环境因素 遗传也是影响腿毛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腿毛属于体毛的一部分 而体毛的生长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比如如果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体毛比较旺盛 那么他们的孩子体毛也可能比较多 相反如果父母的体毛比较稀少 他们的孩子体毛也会相对稀少 这种遗传特性在很多家庭中都有体现 举个例子 小王的父亲体毛很浓密 特别是腿毛 小王从小就被家里的长辈称为毛孩子 因为他的腿毛确实比同龄人多 小张则不然 他的父母体毛都比较稀少 因此小张的腿毛也相对较少 通过观察这些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 腿毛的生长在很大程度上 受遗传因素的控制 遗传因素不仅影响腿毛的多少 还会影响腿毛的粗细和颜色 有些人天生腿毛粗黑 有些人则腿毛细软 这是由基因决定的 因此当我们看到不同人的腿毛生长情况时 应该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遗传背景 而不是立刻联想到肾功能问题 腿毛的多少和遗传有很大关系 而不是简单的肾功能好坏可以决定的 这一点医生也反复向老李强调 让他不要再为此事过度担心 三 激素分泌对腿毛的影响 人体的激素水平对毛发的生长 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尤其是雄激素 雄激素主要是一桶 是男性体毛生长的主要驱动力 它不仅影响腿毛的生长 还影响胡须 胸毛等其他体毛 研究表明雄激素水平高的男性通常体毛较为浓密 这是因为雄激素能刺激毛囊中的毛发生长因子 使毛发更快生长 因此腿毛的浓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一个人的雄激素水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腿毛少 就一定是雄激素水平低或者肾功能有问题 一些男性由于遗传或其他原因 雄激素水平可能较低 这会导致他们的体毛 包括腿毛 生长较为稀疏 另一些情况 如某些内分泌疾病或者使用某些药物 也会影响雄激素的分泌 从而影响毛发的生长 此外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性的雄激素水平会逐渐下降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年男性的体毛 包括腿毛会变得稀少的原因之一 然而 这种变化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并不代表肾功能出现问题 四 衰老与腿毛的变化 衰老是人体不可避免的过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项机能都会发生变化 毛发的生长也不例外 衰老不仅会影响头发的颜色和密度 也会影响到腿毛等体毛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性的雄激素水平逐渐下降 这直接导致体毛 包括腿毛的减少 老年男性腿毛减少 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这主要是因为毛囊对激素的反应变得迟钝 毛发的生长周期缩短 导致新生毛发减少 脱落的毛发无法及时补充 另外 老年人由于身体各项机能的退化 血液循环变差 毛囊的营养供给不足 也会导致腿毛的减少 毛囊是毛发生长的基础 血液循环不良 会使毛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 影响毛发的生长 值得注意的是 衰老过程中腿毛减少 并不意味着肾功能下降 衰老影响的是全身的生理机能 而不仅仅是肾脏 老年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肾功能减退的症状 但这些与腿毛的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 不要因为腿毛变少就恐慌 以为是肾脏出现了问题 衰老是自然规律 我们无法避免 但可以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来延缓这一过程 例如保持健康的饮食 适量运动 规律作息等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衰老对身体的影响 让我们在老年时仍然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 五 腿毛少与肾功能的关系 虽然一些中医理论认为肾虚会导致体毛稀少 但这种观点在现代医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 肾虚在中医中的概念非常广泛 涉及到身体的多个方面 但在现代医学中 肾功能的评估主要通过血液检查 尿液检查等具体指标来确定 而不是通过体毛的多少来判断 在现代医学中 肾脏的主要功能包括排泄代谢废物 调节体内水盐平衡和酸碱平衡 分泌激素等 如果肾功能受损 患者可能会出现疲劳 食欲不振 尿量异常等症状 而这些症状的出现 往往是在肾功能已经受到显著影响的情况下 因此腿毛稀少并不是判断肾功能是否正常的有效指标 一些研究表明 某些激素水平的变化确实会影响体毛的生长 而这些激素的分泌与肾上腺功能有关 肾上腺分泌的激素包括皮质醇 肾上腺素等 这些激素对身体的多项功能都有调节作用 但这些激素的分泌失调 通常与体毛的变化不是直接相关的 更多的是通过复杂的内分泌系统调节产生间接影响 腿毛的多少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环境 疑传 激素水平和衰老等 这些因素在不同个体之间的表现有所不同 因此腿毛稀少并不能作为判断肾功能的依据 如果发现体毛变化明显或伴有其他不实症状 应及时就医通过专业检查确定原因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体检是维护身体健康的关键 感谢观看